姜濤的综合新闻报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5日 高端仔为你报道 姜濤最新消息 今晚最多人说的是 杜月姐 什么叫杜月姐 有些网民都拆了 十二怪盗和杜月姐 难怪 两个器名 都有个盗字 但呢 十二怪盗 这一套Mirror 全体成员合作的电影 暂时没有太多资料 杜月姐 反而在今次国际影视节 释放了很多资料 而导演就是袁健豪 就是姜濤的第一部电视剧 季前赛的导演 这次 就说姜濤 有份演 杜月姐有份演 话说呢 刚刚在国际影视展 举行 接着呢 就这个 发布了一套新的电影 那里面呢 就包括呢 有这个 也拍了一个宣传短片 这样 一会儿再说究竟姜濤 一个角色 有很多网民讨论 那说回这个 杜月姐呢 就说呢 就会去日本取景 而Anson Lo和Edan 已经去了日本拍的了 非常快中程度 保密功夫做了一流 去了都未知 而姜濤应该都还在香港 那基本上呢 这次这一部电影呢 就已经说到明了 打响头炮了 其实就 都不跟姜濤的事 那因为这次是Anson Lo和Edan的 大叔的爱后 另外一个主演的CP合作 但是呢 执到就贵前在 袁健好 袁健韦 sorry 袁健韦 那就说呢 袁健韦呢 就是很喜欢姜濤的 那呢 那 贵前在一个节奏 或者内容呢 有待袁健韦再去解释 那但是anyway 在袁健韦 执到这一部电影之下呢 姜濤 是有 那个角色参与的 那呢 今次呢 那个影片呢 就已经展示出来了 其实呢 基本上呢 姜濤呢 都是乐意的 都乐意和Anson Lo和Edan 一起合作 那样的 其实我想整部片呢 都是说 类似 是不是合道的意思 那样的意思 合道 说他们三个合道 去做一些维护正义 啊 坐群符合的角色 那和十二怪盗 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一个 类似的样子 那但是 anyway 其实说的进度都很快 那又说呢 Edan和Anson Lo 已经 开拍了 已经开了 开拍了 那就 基本上呢 就 那电影呢 有个 讲解的 那就说 这个 其中一个角色呢 就是对这个 对齐标的专家 那什么是对齐标呢 就是说 收购一些 手标 然后呢 就将它 再将一些零件 重新 壮备再卖出去 那就是 等于将一些真假零件 互相 就是 互如目混珠的勾当 那样 那 那 之后呢 就 后来就 上山多中月火 就被人捉了 那 那 原来呢 它就 当中 牵涉到一个 叫做偷窃集团 就有 负责 经验的大拆 爆破的渠黄 和天才开索 有 那样 那结果呢 就应该 MIRROR成员那三个 就 做这三个的 合道 怪道 那样 那 那剧情 我想大约是这样 可能 都未必 因为始终现在叫做 展示到一个剧情出来 但是呢 不代表呢 最终的 那个 内容是这样 因为始终 拍摄的过程之中呢 都有 不同的 出现的嘛 我们这么多年来 有可能有很多差错的嘛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听过就算送 先 但是呢 其实另外一个 值得 或者很多网友探讨呢 究竟姜濤 是不是这套戏的 大配果 那样 那 我自己 我自己 哎 不如这样说 首先看网友的意见 网友大多数呢 都觉得呢 替姜濤 不值 因为呢 他觉得呢 今次呢 网友普遍都认为呢 这套是 其实是为Anson Lo 和Edan 去拍的 因为类似 大叔的爱的CP 嘛 姜濤的出现者 是想着 谷票房而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姜濤是多粉丝 和多人支持的嘛 有他出现的戏 一定有 票房的嘛 所以 很多网友的估计 估计而已 估计就是 利用姜濤 作为这套剧的 到台这套电影的大卡尼飞 那呢 就想着 相对谷票房 因为呢 有网友 即网友说而已 不是高登仔说 网友说 其实 今天Anson Lo 和Edan 主演的戏 都一般的收到而已 你说 如果在MIRROR成员之中 最收到的那个 就是姜濤 是吧 票房最好的就是姜濤 所以 所以这次袁建伟 袁大导演 是 常常读菜的名字 就找姜濤做一个 叫做 生蕉牌 但是气氛就不多的 有网友就说 既然气氛不多 我就不进去看了 这样 我直接不支持这套电影 直接杯葛 高登仔怎么办呢 高登仔的意思就是 因为 如果照这样看 我们都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始终拍戏 很难说 到最后究竟我的气氛 但是呢 我们 即是我觉得这样说 有姜濤做的地景 我们都要捧牆 但是捧牆的 幅度 或者密度 是不是 好像妈妈有了第二个呢 值得上钢 那我们就是 等她上了演影 跟着就看下姜濤 占多少气氛 如果姜濤 出得我 十几秒 几分钟的话呢 那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留待 出DVD那时候才看 对不对 但是如果 她的气氛 是牵涉到一些 很主线的剧情 甚至 角色那里的重量性 是有的话呢 那就可以值得看 那什么叫重量性呢 其实分成几点 第一 那部电影 就是我们 看电影 讀电影的人知道 如果那部电影 它有一个名字 那当然是 一个很重要的人 有很多角色 因为它连名字都没有 就死了 那有一个名字 第二个重点就是 它有没有背景资料 就是譬如 如果它升级 怪盗 它有没有少少背景资料 说它为什么 会成为怪盗 和它来的目的 第三个就是 看一下角色 是不是可有可无 逐点说一句 是否硬砍下去的 那我们看完 看到是 即是大家对于 即即是大家对于 即即是大家对电影 不是太熟悉 高等仔都会去看 看完之后 我会告诉大家 究竟 姜濤的气氛 是怎么样 如果姜濤的气氛 是可有可无 我觉得大家可以等VCD 或者DVD 现在没有VCD 这个世界 那就是这样 那所以 作为 DVC 还是做主 这个问题 都不需要想太多主 就等它出来先 那它现在说 客串性质而已 但是 细时很难说 可能到有时 袁大道又有另一个想法 可能有加重的气氛 一定会 我们怕你会知道 你 如果它的气氛 是加重了的 或者加少了的 在气氛里面 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说 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会拍定某一个 凳雅分量的气 去给 之后剪接得上 即是说 它可以剪多剪少 那就任凡那时的气氛了 这样 那另外一宗新闻 就有关于这个 叫做 英文版的 季前菜 最近大家有留意的话 就会发现 有一个 姜濤的英文 Fan Page 就会将 姜濤的一些作品 就译成英文 那为 什么呢 译成英文 其实 很明显而知 就是说 希望将她的作品 她的 所有的 歌曲 电影 甚至电视剧 就能够做一个 英文的传译 接着呢 发放开她 发放去哪里 当然是世界各地 希望呢 叫做 打入国际 老实说 MIRROR都出 这个英文团歌 所以姜濤呢 有一些很有心的Fans 是做了这些动作的 这样 其中一个呢 就是 这个 季前菜 有一集 她很生气 姜濤很生气 就是说 叫做 对着她的 呃 未是后悔 对着她妈妈的 现日男朋友 还是丈夫 那她 作状打她的 因为 当中牵涉到 她带她的弟弟去走嘛 去外国读书嘛 那所以 当中有些Fans 就把这一段 的对白 译成了英文 那就为大家 就是 去 谈了 谈了 那就告诉大家 姜濤那段 对白是 是怎么样的 那当然是 给外国人看啦 那当然我们自己 香港的观众 看回原本的剧情 已经OK的啦 那这样 但是呢 有一些 当然其实她英文字幕 是有的 但是这些Fans 就是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令到呢 整个过程 或者整个流程 就像一篇文章 那样 show给外国人看 那看姜濤 做这些科技呢 是多么好 还有多么 就是能够 诠释到内容 那是相当好 相当 相当有心 我都很多谢 这个网友 可以这样做 那起码 我们知道有些网友 是全力支持姜濤的 对不对 那另外一宗 宣传的新闻呢 就是有关这个Susedo 那姜濤呢 就在她一个 IG那里釋放了 一个新的Susedo 广告 那里面呢 就总共呢 分开几辑的 那就说 几张照片 不是说几辑 那就说去Susedo 那就有一个短片 那有Step1 Step2 和Step3 那就有紧致啊 V型啊 去斑那样 那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说呢 很多网友都觉得呢 在状态大涌 姜濤真的回来了 那在她买这个Susedo 这个 去闻广告里面呢 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 帥仔 非常之正 那 那么雖然呢 都只贲三幅相 这样 就不是说一个 是一个一个 眼照交集完 一一篇一个动画 这个 straining neighbor 他是给这个 培徑的一个 任何 Toy Better 那样 那样 因为 大家可以去IG那裏看 《可可可樂》之後 有一個新的廣告 所以說姜濤的不同的廣告 不同的活動 真的逐漸越來越多 基本上每天都有些新的活動資訊出來 大家都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好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 講到這些廣告 高登仔 咳咳咳 講到這些廣告支持度 又要講 剛剛有了第二個 終於都有消息出點了 3月17號 今個星期五 出一個剛剛有了第二個 藍光碟加DVD雙特別版 裡面有藍光碟和DVD的光碟裡面 還有這個是特別版 裡面會附送二十七分鐘的 剛剛有了第二個特別片段 裡面有一個預告 有風雨不改的音樂影片 製作特輯 還有有彩蛋的 特別的彩蛋 還有手拍現場的片段 而在我DVD版面 更加有粵語的 講回粵語影像的頻道 3月17號 星期五就可以搶先預購 裡面有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還有一些附屬的禮品 有特別版藍光影碟 有紐約影展的海報加姜濤簽名碟一張 還有這個風雨不改雙親雙愛的立體場景一個 還有這個天天風雨不改日記簿的彩圖一張 還有幾張的 有美鳳幫程子軒 三個不同的A3尺寸的海報 還有這個歌詞卡 電影風雨不改的歌詞卡 還有這個座檯月略膠片12張 還有這個白色信封連這個精美的劇照卡三張 非常之正 有這些特別版 真是不得之了 大家如果喜歡剛剛有了第二個這套戲 或者想支持姜濤就去買了 另外這個MIRROR的新團歌 新團歌是什麼呢 講到新團歌 將會釋放 之前呢 這個新團歌的MV 作出了一個示範的預告 很多網民就說 姜濤的出場的 叫做的份拿就不多 不過我自己觀看 就是覺得這個MV的預告片來的 基本上呢 我們還要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究竟 這個新MV 究竟出到來是怎樣 就是我自己覺得 這些預告片呢 就 就是看預告 就好像電影一樣 電影看預告 和入場看的內容 可以是兩樣東西 對不對 基本上你看那個預告畫面 未必一定是這個電影的內容 正如這個新的MV 是不是 看那個預告片 雖然裏面可能 著墨或者份量姜濤不夠多 但是可能出了的MV 又有耳目一新呢 那我也都相信 就是有些網友都是持平的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看MV 純粹只學性質而已 是不是 你當時真的看了一套MV 究竟姜濤唱多少 講多少 那才想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所以如果講自己份量來講呢 其實近來呢 在香港做這個 叫做可口可樂的宣傳都很多 那你就有 有這個 姜濤的網友 就帶上這個姜濤的公仔 就去看這個 姜濤這個可口可樂的新的廣告 好漂亮喔 那裏面呢 就有了 姜濤 就是開啟音樂 齊齊玩啊 還有這個 拿著個 無糖可樂 就很開心 帶上姜濤公仔一起拍 那就是 那就是臨臨種種種的 相當之好 那至少我自己覺得 這個粉絲都相當之有心機 起碼他可以 播得到姜濤的一些 不同的公仔的造型呢 去到可可樂的宣傳版面那裏呢 那裏呢 有很多這樣的做法 那但是我們可想而知 姜濤的粉絲姜濤呢 都很有心機的 就是起碼 在這個不同的宣傳廣告 作品上呢 都有很努力這樣去做 很努力這樣宣傳 起碼這些東西 我們都看到呢 姜濤 有一班很忠實的支持者 對他真是風雨不改不離不棄 繼續去支持他 那樣 那樣樣就是這麽多了 那因為今天 把聲音都雖然好了些 但是其實我想 高登仔都要繼續優養一下 那所以今天我的新聞呢 其實都很多 那但是我覺得 每一段新聞都長話短說 那希望給大家一個 新的體會 新的令會 那讓大家呢 慢慢去適應 即是姜濤出來 那就越來越多新聞 那樣樣 好嗎 那樣樣 就這樣吧 那樣不特別多說了 明天同樣時間 我手上還有一些資料的 不過 不過真的說不到 我們回到明天再說 好嗎 那明天當時見 記住高支持姜濤 就是這樣 拜拜